Hello 大家好 我是米杯 我在爱琴娜这里已经好几年了 也触碰了不少特殊皮革的包款 今天要给你们大家一起开箱 我们的VVIP客为认我购购了一款包 这颗包包呢 它比喜马拉雅的包还要更难拿哦 登登 就是这颗2021推出的五页SoulFake的防止包 我手上这颗是我们今年的二月 热腾腾钢装柜包出来的 大家都知道喜马拉雅包在亚太地区 它的产量一年可能只有十支左右 那我们这颗呢 它是比喜马拉雅的产量只有三分之一 那你们就可知道说这有多稀有了吧 如果在台湾柜上啊 你要消费一年就是要配货要达一千万以上 而且你还要是他们的VVIP客等级以上的底级客户 才有机会拥有它 它总共有分为四种系列 它有白天、黑夜、初雪 还有这款午夜的Soulbreak 因为采取Soulbreak的五金 都是黑色的金属孔 来给你们看一下哦 好看来自于爱马仕巴黎福宝总店桌窗的外型 它是使用了四种不同的皮革 来我们看看第一个皮革是手把这边 它是使用了雾面鳄鱼皮革 桌窗的部分这边的皮革是使用了细腻平滑的SWIFT皮革 那其他大多数的面肌呢 它是使用了MADE皮革 EP皮革呢 跟MADE皮革呢 它们是非常相似的 很多人会去搞混它 因为呢 它们都是人工处理过的牛皮去制造的 那现在我给你们看一下 如果我们仔细看一下MADE皮革的纹路呢 它是非常的细腻 它是可以大大弥补EP皮革的缺点 那EP皮革的缺点呢 是包包滑破了 它是不会自动修复的 MADE皮革呢 它可以大大的去修复 小尺寸20公分 拿起来轻巧 造型独特 这颗包包是不是非常值得拥有收藏呢 喜欢这支影片的话 帮我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拜拜